因為他一生啦 說真的 在義交服務的47年 我就想說 把他當初給我的 他教我的 他跟我講過一句話 我們今天有10天到3天 先過你阿伯你在睡覺的時候 我們跟我們一起去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反正就是想出去就出去 爸爸媽媽跟他講他也不高興 對啊 一講的話就要吵架 我那個時候才真的感覺到說 我怎麼會這樣壞 我們怎麼會這樣 今天我們做這麼多事情 讓他傷心 可是他還是沒有放棄我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到這個故事主角 在過去也有一段荒唐的歲月 但是前一陣子他的這個舉動 一碗熱騰騰的牛肉麵 卻在網路上面暖爆了許多網友的心 剛切好的新鮮白蘿蔔放到特製的湯頭裡 再加上一大把宜蘭的蔥 開始熬煮蔥燒牛肉湯 牛肉每一塊幾乎半個手長大 都是用傳承了三十多年的滷汁來燉 湯頭很濃厚 然後肉也很大塊 就是它比較特別 就是它的肉很大塊 然後麵也很平 吃很飽 就有飽食感那種 吃起來會很充實 肉也分量很夠 很大塊 他就說吃你的肉 我吃得很爽 你說我自己要撈死 老闆的名字叫潘宗佑 雖然這樣說 大塊的肉還是照樣放 而且門口還掛著一個新型雕飾 告訴大家店內免費提供愛心餐 而這黃色愛心牌子 曾引起了一家人的注意 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我跟媽媽 就是真的蠻惡的 然後可是剛我經過的時候 有看到待用餐 然後媽媽就是 我們就是跟媽媽講說 就是要不要進去 媽媽就是媽媽就是說 也就是看裡面 好像有蠻多客人 然後我們就 就是又稍微走進來 然後後來又走出去 就很不好意思 老闆就是才出去看我們 就說趕快進來 趕快進來 老闆 請問你們有待用餐可以吃嗎 我說有 你要吃待用餐 我說對 我說待用餐你就進來 就好像說 看裡面人那麼多不好意思 我說不會 走走走 我都帶他們進去 那個最小的妹妹她 就是很想吃 就說我想要吃牛肉麵 媽媽就說不要 兩春麵就好了 牛肉麵 我跟她說沒關係 我煮什麼 妳可以吃什麼 結果老闆送上了三碗 大份量的牛肉麵 讓他們母女三人 也嘗到了店裡出名的 大塊牛肉 進來的時候老闆跟那個老闆娘 就是很熱情的就是招待我 就是很像一般的客人 就是看起來很像很兇暗 很像很兇 對 那個是她的人超好的 她隔天還幫我去我家 看一看這樣子 就是感覺老闆很溫馨這樣子 感謝叔叔和阿姨熱情的 請我們家吃美味可口的牛肉麵 讓我們家可以在大火牛肉麵 的店裡吃飽飽後回家 真的非常感謝叔叔和阿姨 我們會將這一份恩情 永遠記在心裡 也會把愛傳遞下去給需要的人 這個暖心的舉動 傳到網路上 讓所有看到的網友都感動按讚 後來潘宗佑還跟幾個朋友 湊出六千塊 到周媽媽家送給他們 讓母女三人又驚喜又感激 但其實這些異曲 對潘宗佑來說 是他平常生活的一部分 對啊 像有一個 游泵阿伯也是 她還是 她說兩三天就會來一次 她來我就知道 我說妳要吃飯嗎 妳要吃麵 她說我要吃飯 她說要帶走 她說要帶走 她把滷肉飯 她說我今天想吃餛飩湯 我說好 放個餛飩湯給妳 你給他滷肉飯 你也給他放一個牛肉 他也是很高興 可是牛肉飯 你再放一塊牛肉飯 說我怕會搶這個肉 我再說我給你搶一個肉 好 謝謝 人家也很開心 說真的 不要認為說 一碗麵一碗怎麼有多味道 而且說人家吃得開心 我們自己生活也這麼痛苦 這樣好樂就不為了 潘宗佑身上穿的亮紅色T恤 寫了消防隊三個大字 原來他還身兼宜蘭市的義消 隨時協助消防任務 客人說有時候潘老闆 面煮到一半 還會放下自己的生意 跑去救災 一天為了沒有錢賺的事 過得很忙碌 沒關係啊 快樂就好了 都在幹嘛 以後你死了還不是一樣 什麼都沒有 沒有辦法去服務到別人 我們沒辦法去做 我們就去做 但其實潘宗佑在多年前 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人 他轉變的原因 潘宗佑每次自己想起 都不禁流眼淚 我小時候我就 好像記得吧 好像跟老師的是什麼 我家開電機行嘛 我又把那個鐵錫放在書包裡面 結果老師打到我們家裡 我又跟他說天啊 要去學校講 要去砍老師 小時候 對啊 那我聽我怎麼哭 我爸一直跟他說 小時候就很疲 就長大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 那個過程 過程就 也就自己想一想 就無知 潘宗佑身為家中唯一的兒子 爸爸媽媽對他的期望很高 但他從小就惹麻煩 後來上了高職 還學起人家放高利貸 那個時候我晚上要在讀夜間部 對 還是有去念 對 在讀夜間部 可是根本就沒有在讀 我去外面都是在玩的 在學校都是在玩 交朋友 就交朋友 一個朋友 朋友他也在做 就是放高利貸 就是人家收的地價全裝 他說 這兩年一天要花幾千塊 在那個時候的那個時代 那個 那年代民國八十幾年 八十一年左右 那些人說 一天花幾千塊錢 你一個月下來 甚至要賺個十幾萬 對那個時候的年紀有來講 又不用幹嘛 對不對 整天就是出去收款 所以輸子 去過幾個怕 出去收錢嘛 收錢是開著車 四處跑 晚上就是 去一些比較深色場所 或者是一些舞廳 什麼就是在那邊 飲酒作樂這樣 父母看不下去 苦勸兒子找個正當工作 但當時年輕氣盛的潘宗佑 只嫌父母煩 他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反正就是想出去就出去 爸爸媽媽跟他講 他也不高興 對啊 一講的話就要吵架 爸爸跟他講的話 一講就要吵架 那個時候賺的錢 你根本不知道在哪裡 划在哪裡 你根本就不知道 就花光光了 對啊 一個月我那個時候有刷過 一個月單單在酒店 就花了差不多二三十萬 對啊 去到那邊就是跳舞唱歌啊 就是花錢啊 喝得爛醉 每天白天才回家 潘宗佑曾因為去當兵兩年 暫時停止放蕩的生活 但是服完兵役之後 沒有人生明確方向 他又重操就業 兩年而已啊 出來之後 社會上 你再踏入社會 跟以前那些朋友在 貴合的時候還是一樣 其實我有遇到過說 是人家家裡 真的 你看那個小朋友 就躺在地上 父母跟老婆 老婆就趕快走路了 家裡的小孩 村三個小孩而已 那個是我印象最深貴的一次 我們去人家的時候 你覺得那個小孩 好像滿可憐的 真的滿可憐的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雖然說 我們在做這個行業 但是也是會引發一點 側隱之心 然後我也是跟朋友 兩三個說 我們要脫下 結果老人真好 結果 要是老在 結果留兩千塊給他們 才能去買東西吃 即使他當時凶神惡煞 內心中也有一點 關懷別人的想法 就這樣過了幾年 環境不景氣 他不再月入十幾萬塊 他發現所謂的朋友 竟然漸漸遠離 有時候其實朋友在一起 久了之後 你都會有一些感覺 我們怎麼放進步 對不對 以前你 你小時候 你喝的時候 大家喝東西 當你出事的時候 當你真的辛苦的時候 沒有人要插 沒有錢的時候 沒有人要插 當時潘宗佑 接近三十歲 漸漸看出來 他的生活很空虛 金錢也如同浮影 說沒有就沒有了 他終於想要找一個正當行業 只是後來幾個零散工作 都做不久 爸爸看到他還是搖頭 整天就是一直 一直這樣 叫我不能怎樣 不能這樣 我也是忘了 那次我有什麼事 我真的忘記了 大草 對 大草 大草之後我就 回家之後 就把飲水機整個都翻掉了 我爸就下來了 下來了之後在罵我什麼 我自己我推了他一把 結果他跌倒了 跌倒之後 後來就 後腦掌地或幹嘛 我那時候我才嚇到 我想說 我到底是你幹什麼 我怎麼會這樣 那時候我自己一個 那時候整個人會 我也怕他 結果我媽下來之後 就給我一巴掌 爸爸這一疊 讓潘宗佑清醒過來了 當時潘宗佑已經三十歲了 還讓爸爸媽媽如此傷心 他就跟我講說 以後我們兩夫妻就要互相 這個熬子好像靠不住了 他就這樣講了 我跟他爸爸好像很傷心 爸爸媽媽當下覺得不如當作沒有這個兒子 潘宗佑終於看到自己的荒唐 這才下定決心要改過自新 但是他能做什麼呢 以前年輕沒有學習一技之長 但他想到自己即使在討債期間 亦有機會還是喜歡幫助別人 或許他需要一個服務性質的工作 他輾轉找到了一個在長照中心的工作 開啟救護車接送老人去醫院門診 慢慢推著老阿嬤的輪椅 陪著孤單老人家說話 他第一次感到 他找到了人生方向和喜悅 如果我在長照中心這一段日子 可以說是我爸 那個時候才慢慢慢慢對我說 你總算會找到一個比較穩定的工作 然後去到長照中心的時候你就 讓你更能看清楚的一些人生百態 身體識別啊 人情冷暖 對啊 人情冷暖 看好多好多好多 本來和爸爸的關係 幾乎決裂 開始去長照中心服務之後 這好像是潘宗佑第一次 能夠讓爸爸感到放心 而潘宗佑還決定加入爸爸 參與四十多年的宜蘭義消 自此之後和爸爸情境了許多 我們做這些事情 你慢慢慢慢去體會到說 你有辦法在火場 你一生當中你有辦法在火場 救到一個人 還是在災難市場 你有辦法去救到一個人 那真的是你這一輩子當中 最大最大的功德 讓我當時叫一個人 你會說會 那種感覺吧 就是完全不一樣 而且你在災難現場 在火災的現場有辦法 當你從裡面走出來的時候 外面人家的眼光在看著你 你會覺得說 那種感覺 跟以前人家看到我們的感覺 就是不一樣 以前人家出雲毫無的關係 看來我就知道這不好看 這幾乎這不是很小孩 潘宗佑感覺到 別人看他的眼光都變了 原來和爸爸一樣加入義消 給自己帶來這麼大的改變 他也因此認識了真正的好朋友 有一位義消朋友 本身在開餐廳 潘宗佑心想 或許也可以學習朋友 做餐飲生意 但要賣什麼好呢 他想到了 從小到大就愛的麵食 飯跟麵的話 我是在裡面吃麵 對啊 因為麵真的是 好像是 好像成為主食了吧 一天當中 最少要吃一餐吃麵 所以從小 我就是吃 舅舅他們做的麵 跟媽媽他們做的麵 都吃習慣了 潘宗佑決定開一個牛肉麵攤 用的麵就是媽媽家人 親自做的麵 潘宗佑曾經是不聽爸媽話的浪子 沒想到現在年紀大了 要認真做事的時候 想到的都是爸爸媽媽 小攤子就在宜蘭東門夜市開張了 雖然這是一個小生意 但潘宗佑和家人 都比以前過得更開心 那時候我都記得 我兒子跟我講說 他們學校就是有同學 都會把那個營養午餐帶回家 帶回去當晚餐吃 我說是怎樣 他們好像是單親家庭 他媽媽好像是在餐廳辦家工作洗碗 可是晚上跟他姐姐兩個人 就是學校帶回來營養午餐 我兒子的同學一家人 晚餐有熱呼呼的牛肉麵可以吃 潘宗佑內心感到莫名的滿足 他想到了同年看到爸爸 總是默默行善的往事 好像遊民或什麼 沒錢 去我們家 還沒辦法 看來我們爸爸 我們爸爸還要找一百 我們爸爸也就一百五千 因為他一生 說真的 在義交服務的四十七年 對 我想說 把他當初給我的 他教我的 他跟我講過一句話 我們今天五十天到三天 先過你 阿伯你在睡覺的時候 我們幫我們到三天 小時候沒有想太多 現在他體會到了 失筆受有福 潘宗佑開始在他的小麵攤上 成立待用餐 煮著媽媽家傳的麵 搭配著爸爸行善的風格 開放給任何需要的人 浪子不僅回頭 還要回饋社會 加入台灣啟事務的會員 每週獨享頻道的特別戲劃 和我一塊翻閱 記著秘密檔案 不管孩子做了多少的錯事情 做父母親的 永遠都不會放棄自己的孩子 老子現在有長大了 長大就好了 讓他自己慢慢發揮 潘宗佑認真打拚 在夜市的麵攤子做出了口碑 於是決定自己開個小店面 小本生意店裡人手其實不足 常常快忙過來 但是他還是繼續參加義消 隨時帶命支援 爸爸當義消做了四十多年 不曾間斷 他也想要跟爸爸一樣 有一次我認真看我爸坐在外面 跟我家一隻狗 跟我家一隻小狗 我爸就坐在一張椅子上面 然後再看外面這樣 然後一隻小狗在外面 我就... 我聽到時候我坐在家裡面 我就看到我就覺得 滿感傷的 你覺得他老了嗎 老了 你跟他...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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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看這樣 不要說...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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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個時候才真的感覺到說 我怎麼會這樣壞 我們怎麼會這樣 聽他 我們做這麼多事情讓他傷心 可是他還是沒有放棄我 我說真的 我要開這家店 他二話不說 他拿了差不多十萬塊給我 他跟我說一句話說 你喔 吃到差不多四十塊 你也要自己去做自己的事 絕對不要再放棄 你如果要做你就好做 因為我之前是在夜市那邊 其實我在夜市那邊的時候 他都會...他都會來看 其實他都會... 他都會假裝經過我就知道 其實他有時候在旁邊那邊偷看 其實我都知道 其實我...我... 我感覺得出來他是很關心我 我知道他的個性 我爸的個性很一樣 現在外人這樣... 跟他這樣... 跟你關心那種感覺而已 我們就因為說 我是一個女兒子 我就有辦法 你不要這樣跟我說那個 我爸也是那種 其實我們都知道 我就是嘴巴講不出來 所以我就... 就感覺出來說他... 這是很關心我 就關心他人 所以說我在夜市那邊的時候 他都會常常... 欸... 晚上都騎電動車 咻...過去 跟他看起來 有人還是沒人 對... 都跟他看起來 有人還是沒人 他說有啦... 多減嘛 他說有啦... 有就好了 他如果自己電動車騎啊... 騎啊... 後來潘宗佑的爸爸 病逝走了 身邊少了一個 會罵他 但又偷偷關心他的人 他一度感到很迷惘 但他知道 能夠紀念爸爸的方式 就是繼續發揮助人精神 潘宗佑除了在自己的小店 提供愛心待用餐 也和打火兄弟 一起成立一銷的愛心基金會 救助因為災難而發生變故的家庭 有空的時候 他還是會回到之前工作的長照中心 陪老人聊天 現在的他 喜歡把空閒時間 拿去服務更多的人 以前年輕時 每天花天酒地睡到中午 現在每天一大早 就去舅舅的店裡買麵 去市場補菜 而他以前是街坊出名的壞小孩 現在成了救災現場 民眾敬佩的義勇消防員 他感受到了真正的轉變 也感受到了真正的快樂 他的家人朋友 也都終於能夠為他感到開心 或許一直以來 不自力熱心行善 還是真正的自己 歡迎收看台灣記事錄 我是王北祥 在世界上有一些地區 有一些國家 他們是長久處於動盪不安的局勢 活在這些地方的人們 他們每天都在為生存而征扎 而這些畫面對於我們而言 也許只是一則距離遙遠的國際新聞 但對於親身經歷過的人來說 那是一個真實的殘酷世界 也唯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才會領悟 原來現在我們習以為常的一切 是多麼值得珍惜 今天的故事主角 林樹莲 他要和我們分享 在他生命當中 一段奇妙的旅程 他在美國底特里 遇見了現在的先生 是一位中東的富豪 家世顯得 後來他嫁去了巴基斯坦 當了23年的貴婦 最後因為一場內亂 一切歸零 他又回到了台灣 而故事的起點 我們要從在基隆這個小漁港 開始看起 這是一個靠海為勝的家庭 經濟狀況並不充裕 林樹莲 她是一個聰明又機靈的女人 她覺得要到大都市去工作 才會有前途 長大之後 他非常努力地在台北打拼 也沒想到有一天 他竟然會駕到巴基斯坦去了 這下開在基隆海邊的小店 飄出了濃濃的中東味 大火快炒 逼出了中東香料獨特的氣味 不一會功夫這道招牌菜 羊肉咖哩成潭出餐了 我在美國製造的中東香料 基本上就是比較乾的 它比較融入我們台灣 那個比較濕嫩的感覺 比較不會那麼乾 因為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是叫那個牛肉咖哩 吃的那個口感真的不一樣 真的 我想應該是優格的效果 台灣人常說一世成主顧 這裡的顧客幾乎都是聞香而來的 中東咖哩要怎麼吃 一定要得配上 柔軟又扎實的小麥餅 這才叫做道理 它是小麥 它所以就要揉成這樣 沒有人會做成這樣 這個很好吃 因為又軟才好 所以我比較辛苦 因為手工沒有辦法用進去 你以為能夠端出這些原汁原味 中東料理大廚 肯定有一張中中臉孔 那裡可能就大錯特錯了 走進了悶熱難耐的小廚房一瞧 汗流夹背的老百娘林素蓮 竟然是個道地的台灣人 這背後的故事 可得從台灣說到的美國 再到巴基斯坦最後又回到了台灣 這其中有奇遇 有愛情 還有無情戰火的考慮人生 情節曲折離奇 三天三夜恐怕都輸入了 小時候我就住在這個附近 三歲的時候住在這裡到 你看這就是 基隆好老的房子 一個出生在基隆的傳家女兒 家裡頭還有六個兄弟姐妹 她們從小就是吃苦長大的 我兒子在這邊長大都買多多 現在我們家就住的這個 真的不可以那麼大 現在被拆掉了沒有了 林素蓮下定決心 要和苦日子說再見 高中畢業那一年她離開了基隆 在台北一家貿易公司找到了工作 在台北上班了幾年也存了一些錢 林素蓮她想要去看看外頭的世界 她把工作辭掉 飛到了美國底特律 照顧剛剛生完孩子的姐姐 有空還會自己批些貨做做小小生意 沒想到就這樣遇見了一個外國人 她很大方買了好多 買了兩千塊 這個是大哥 我一天就是接到一個訂單這麼大 她跟我講說我給你現金 我不給你票 後來就回去了 她給我名片 我看她 她是老闆 我也不理她 我趴趴趴趴趴 給她丟在這舌頭 林素蓮以為自己已經給對方餵飽的地門羹了 但沒想到這位先生不放棄 她一路從拉斯維加斯追回到了底特律 還給了一個信封帶 在那個年代寫情書應該不寫到套吧 她還給我送一束花 還有裡面的信封 我們打開來看她寫什麼點字 她寫了一大堆我們都看不懂 我姐妹一定看不懂 打開 還有兩千萬美金 完了 這一下子不打電話給她 我們就是騙子 就是貪情 這兩千塊再試我這個女孩子 到底會不會回她電話 她就寫說 你人生到一個不同的環境陌生的地方 你需要這個錢 因為你有一個現金在你身上 所以你可以比較活用 你有賺到錢就還給我 沒賺到錢就當作這筆是我送給你 不屈不撓的中東男人 好像有點開始打動了這個台灣女人 林素蓮心裡想出外靠朋友 就當作交個朋友吧 何苦拒人於千里之外呢 我先生天天都打電話來 他說要幫我找工作 我很開心 我就跑回去洛杉磯去了 結果沒找啊 每天都在公司裡面 幫他寄那個UBS 因為做保險的公司 醫療器材 所以我每天都在打包那個 他給我高薪水好像三千塊 沒人給這麼多 反正大家很嫉妒 我從來就被嫉妒了 後來我就 他就不讓我去 他不讓我去 我就覺得 有錢的人啊 幹嘛這麼辛苦 那時候頭腦就會改變 好啦 這樣有錢人也好啦 不要工作了 這樣也是過一輩子很好的 跟我現在認識沒有很久就結婚 才幾個月喔 不到六個月就結婚了 現在好了 找一個長期飯票也好啦 算了 就結婚了就走了 林素蓮她天心樂觀 愛開玩笑 說為了這張堂基飯票 她不顧家人的反對 嫁到了巴基斯坦 那是一個全然陌生的國度 不管是宗教信仰 不管是品食習慣風土民情 都看台灣有了極大的差異 但林素蓮她就這樣子一個人決定嫁 到了巴基斯坦之後她才赫然發現 她老公的背景顯赫 不是一般的富豪而已 家財萬貫 有權有勢 在家裡頭她有很多的傭人司機 可以使喚服飾 每天睡到雖然醒 雖然說她可以花錢如流水 有買不完的名牌包包 但是在這個大家族裡頭 林素蓮卻始終感覺自己格格不入 畢竟在別人的眼中 她就是一個從台灣嫁過來的外籍新娘 這裡是克拉茨 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和港口 城市人口將近2100萬 是地球上排名第七大的讀會區 這是克拉茨現在的模樣 但時間拉回到1980年的 林素蓮第一次踏上這座 或許聽都沒聽過的城市 她實在無法想像 自己怎麼會嫁到這種地方來 東西很好吃 在美國是真的是很好吃 等到我去那個地方 也看一樣它太髒了 我沒有辦法適應 然後那邊的人都看到外國人 就這樣兩個眼睛一直瞪著你看 這是老天人安排我的路怎麼走 那台灣有跟你爸媽嫁 喔沒有 那時候都沒講耶 我媽媽都有一點生氣 因為我沒有跟她講 我到了那邊去 她說好了 她爸爸媽媽喜歡 外表是喜歡 因為她兒子喜歡 她沒得選擇 她說好啦 只有她來了 就給她結婚了 結婚之後林素蓮才發現 先生的家族是當地的旺子 全家人都是醫生 她的公公是國會議員 大伯是市長 身價相當顯奮 那個年代的巴基茨太 哪有私有戀愛的回事 婚姻都是父母親做主 林素蓮這個外族女孩 要融入這個大家族並不容易 怕這個台灣女孩子 不知道怎麼樣啊 會不會拐你的錢 她想到我會拐她的錢 過得舒服的日子 其實我不是這樣的 我先生是最了解我 沒有朋友 沒有辦法出去 然後不懂得什麼 去買東西來吃 也不懂得生活 因為很多東西你想買 沒有辦法出去 你要等我先生帶我出去 我現在是真的很好 每天都帶我出去 我想吃什麼 要買什麼 她都給我買一堆 但是就是說 生活是自己的一個牽制 因為語言不同 所以今天的語言不同 語言不懂的話 真的是很辛苦 原本以為 嫁來巴基斯坦 至少可以不愁吃穿 但沒想到文化差異太大 搞得自己水土不符 度日如年 他們吃的東西 我完全沒有辦法生 太重了 我一吃就生病 一吃就生病 她只要看到我心情又不好 她們大家又在念我 她知道 所以她就一直在後面 在支持我 不准大家碰我 不准大家指點我 不准大家批評我 還好至少有個老公可以撐腰 但老公也不可能 一天到晚都在身旁 林苏蓮她也面對了 比同文同種更加嚴峻的 婆媳相處 周理問題 她要笑我 真的是要笑我 真的是她把我當作我這個 一定會倒下去 你想呢 我在台灣就沒有倒 我在美國就沒有倒 來這邊倒掉嗎 是不可能的 她覺得我是太弱了 她看清我了 她是怕這個台灣媳婦 什麼都不會做 然後第一個我字都看不懂 很多香料 什麼薑黃 或是茴香 或什麼滴香 肉桂 我都看不懂一個字 我字也不會加 只會懂了鹽巴而已 懂了一個辣椒而已 其他都不懂我怎麼去煮飯 她以為我不會煮飯 以國不下去了 我的哥哥就很慘了 她的弟弟就很慘了 其實沒有 我感謝她 他們走掉我才會知道 站起來 才懂個語言 我去寫語言啊 我現在都沒有教我 沒有一個語言他們家裡教我 也沒有是我小朋友教我 都是朋友教我 朋友的小孩來教我的 我每次都煮飯請他們吃 然後去餐廳我都請他們來吃 因為我先生給我錢 你有錢就可以交好多朋友 就是怕沒錢 有錢可以讓林素蓮在巴基斯坦 建立著自己的社交圈子 不管多麼陌生難熬的環境 林素蓮總會想辦法 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漸漸的她適應了在巴基斯坦的 恢復生活 她在紙醉金迷的杜拜天堂 也住過一段 享受過這一段奢華的生活 但萬萬沒有想到一場金融海嘯 血本不歸 更慘的是霍不擔心 在2007年年底 巴基斯坦的總理 也是回教世界第一位的女總理 貝納奇爾遭到槍擊身亡 國內的震驚局勢大亂 社會動作不安 在大街上每天都聽得到 槍聲爆炸聲 有錢有勢的人 想辦法也要逃離這個國家 林素蓮她也想走 她至少還有個台灣可以回 但那個時候 他們手上竟然 連買一張機票的現金都沒有 而最後林素蓮究竟是如何 穿過了坦克車站抵達了機場 搶上那一張救命的機票 最後搭上飛機回到台灣了 杜拜 一座用金錢堆砌出來的奢華天堂 勾引迷幻了多少人搶盡掏金 2002年 阿聯政府准許非國民擁有物業 一時之間許多中東富豪 爭先恐後抱著大把的影子 殺進了這塊荒漠當中的綠洲神話 其實很多人都很羨慕 我們在這邊住滿久的 我覺得說羨慕不是 因為它只有蓋一些空殼紙 給你看我這裡有一個 繁殘都拜飯店七星級的怎麼樣 這裡面沒有什麼東西 我們101都比它還好 真的 說實在 但一窩蜂是人性 林素蓮的先生也砸了幾百萬美金 結果2007年 美國爆發了刺激房貸風暴 後頭跟著是2008年的金融海嘯 誰都逃不了 死守他捨不得通心 他買的很貴的東西 他不要賣便宜 到現在我們家裡還有一堆 到現在我們全部都出來 我們的倉庫裡面還有一堆電線 以前我們買很多電線 我們在台灣買很多 我在杜拜做生意很多 杜拜那個金融海嘯來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逃過那一集 弱先生也不聽 不走還是硬要在那邊 很多錢砸在那邊都廢掉那個租金 費了好多錢好幾百萬在那個地方 不聽啊很硬一定要再堅持下去 結果那時候真的是很亂 亂掉的時候我們撤回來整個都亂掉 結果一些現金都被卡住了 杜拜掏金夢碎帶著一船船的貨櫃 舉家撤回巴基斯坦 但誰知烏漏偏逢林業雨 2007年底 巴基斯坦女總理巴拉基布托 遭到刺殺身亡 局勢更加動盪過來 Initially a spokesman for Brito said she was safe The next hours would prove otherwise She was rushed to a hospital 2 miles from the bomb scene Where a short time later Doctors officially pronounced her dead She had wounds to her head and neck 這個女總統被暗殺以後 整個地方非常亂 大家就開始搶啊亂啊燒啊 也是整個國家都亂掉了 亂掉的時候整個你要做什麼事情 沒有辦法都搶嘛 你出去要被搶 我們這樣出去也要被搶 突然爆發 他死掉 剛剛貨櫃都在滿圓 都被燒了 好幾千個貨櫃 不只我們 很多 他們的朋友 為了跟那些搶的人吵架 告上警察出去 隔天他就被人家槍死了 一定有警察跟他有關係 所以他們那邊真的是治安非常多 警察跟那些土匪都是一起的 像我們台灣這麼好 警察這麼保護我們 對我們人民都有一個平等 在那邊沒有講話的啦 警察是跟他們都是可以這樣的 我們台灣是真的很有法治 他們不是用搶用燒的 就是每天發狂放狂一直放狂 就是他們是用一個什麼油桶的帳簿 整個給它爆發掉 就燒燒很多 就每一個人有貨可以在那邊都被燒 克拉茨港口燒成了一片火海 恐怖警槍如今都還粒粒在目 林蘇聯說巴基斯坦 本來就不是一個治安好的國家 但他沒想過電影裡頭的戰爭場景 會真實的在身邊上演 你說亂當然是有 一定很亂那段時間真的很亂 出去都很危險 我剛結婚第一天去的時候 我也曾經碰過啊 有人拿槍亂灑啊 我就躲在那個鞋子墊裡面 躲了好幾個小時 我哭了要死 我跟我先生 我打死我都不要住這邊 我只是有看過爆炸聲過一次 然後就是很 我剛好在開車 這車子被他彈上了 但是我離他好遠 可能這個地方 離差不多到街上去了 至少差不多有十公里 他就把我們整個車子都被撞到 有看到任何的火光嗎 有有有 就是沿路回家的時候 整個管制的時候 就大家都用逃的一樣 管制很緊張 那個救護車啊 就一直跑來跑去跑來跑去 很可怕這樣 我這看過一次 最可怕的一件事 槍聲 炮聲 警爆聲 在這座城市此起彼落 這個國家已經陷入了 無政府的狀態 我們那邊晚上沒有人這樣出去的 被搶啊 不敢 因為他們沒有工作啊 他們那邊都很窮啊 他不搶也要搶死 所以他們是很危險 你搶不到他就這樣啪一下就給死 很多人這樣的 我先生會聯絡 因為他在店裡面 他就會打電話給我 他說你趕快回家 現在我聽我們那邊的人說不好 我們市場人 因為他在一個Market在賣發電機 我先生在賣發電機的時候 他說你趕快回家 你人在哪裡 我先生第一個都會聯絡我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 我在買東西給小朋友什麼什麼 他說你趕快回家 我就趕快開走 我曾經有三個多月 都沒有出來買東西 不准出來 出來槍都亂灑的 我們都沒有 我們都是買好多東西去儲存的 然後看到外面沒有人在那個人家說 可以出來買了 我們就偷偷偷跑到巷子 找一些人買東西這樣 買很多就帶回去了這樣 買什麼可以吃的是買什麼 都是米啊 然後就不然是洋蔥整袋 就是買二三十斤起來 回放啊 雞肉一次都是二十條 他們也很會吃啊 所以也要買這麼多 冰箱都這麼大的 好像我們在做生意一樣 那個冰箱 他們經常這樣 這場內亂似乎看不見鏡頭 國家的功能完全失控 躲在家裡頭不再保證你的安全 因為猖獗的盜匪 隨時可能持槍破門 林蘇聯沒有一個晚上睡得好覺 連我們家裡也有槍啊 我曾經有碰過人家的槍我 但是我不會打 我看到嚇到了啊 槍都有一個扣板啊 扣不到 我們家有聯繫發十幾個的 那種槍啊 木槍那個義大利的 就趴趴這麼出啊 我在台灣都看不到這個槍 我在我們家都有 還有那個小的啊 一排子彈這樣下去的啊 中國製的啊 我都有啊 我們家一定會放在床櫃下 一定會有啊 我現在只要看到的人 人家進來想 把所有玻璃都掃破 人家會來救你 活在槍口下的日子 沒有一天過的不是貼心吊膽 與其被動的等待局勢改變 林蘇聯他決定給自己 找到一條活路 很多像就是有錢人啊 你那些負擔 他們都想要往外 對 他們都往加拿大牽走 他們擔心他們有產業啊 都是有紡織業啊 他們幾乎都會走一條後路 就一定要走掉 或是兒子不能不好意思 我們這一生就是靠最後一次 最後一刻 這一刻我們一失去 我們以後家裡就完蛋了 搶到飛機票 然後飛回台灣 林蘇聯下定了決心 但家裡頭已經沒有錢了 他叫兒子把公司倉庫裡頭的貨品 通通搬出去賣掉換現金 他趕快打電話 媽媽這些人給我們這麼少錢 他是要坑我們 我說我們這運氣不好的話 你要低調一點 給人家坑也沒關係 這個是我們人生必要跳過這一個坑 賣掉 我兒子也很生氣 我說你要賣掉聽媽媽的話 我兒子全部都賣了 拿了十幾萬回來 他說媽媽今天我都幫你 全部都賣完了 十幾萬太便宜啊 但是沒辦法啊 為了路費啊 買機票啊 好不容易才湊到了錢 但先生捨不得離開家鄉 小兒子說他也想陪爸爸 林蘇聯只好先買了兩張機票 他擔心前往機場的路上 隨時可能會發生暴動 於是他行李一收好 馬上帶著大兒子出發 我要先到飯店住一晚 住幾個小時 越離飯店的地方 有機能在保護 絕對不會有問題 如果離開這個飯店 這個附近你就有問題 他就隨便他們亂跑都可以 機能在管的時候就比較OK啊 他們機能還蠻有powerful 就是力量足夠 因為有外國人啊 有那個空服員啊 因為沒有一班飛機 都直飛就飛來飛去的啊 那個空服員的安全性要很重要 所以他國家還是會派一些機能去贊助 像我們以前要坐飛機的時候 我們也是要先要看這個飛機的時候 我們要四千幾個小時去租啊 他是在那個馬路 整條很大馬路 整個都是封鎖掉的 結果沒有辦法車子進來 只有我們要去機場的人可以 不能走出去 能不落的 對對對 每一個地方他有管 站車都出來了 我從來沒看過那個坦克車 他們全部都裡面在裡面站 在路上的坦克車 很多啊 很多啊 每一個街角 每一個街角都有 因為它坦克車 有一個上面一個頭嘛 撒槍的地方 它會轉來轉去轉去 當飛機終於起飛 透過了機窗俯瞰 風火連天的巴基斯坦 民宿林在這環陌生的土地 一住就是住了23年 他第一次感受到 回家的感覺真好 我以前在中東住的時候 也沒發生過這個事情 我住得很開心啊 你叫我回台灣我也不要 我是很開心啊 因為我心理上求什麼 有求必應啊 我也沒想到我真的是可以回來 真的回來那時候 那一剎那我是很開心 所以我們這一路上是很辛苦 辛苦到被人家凹啊 凹得很辛苦 所以那時候 那一剎那你就覺得台灣很快 為什麼 我們台灣有法治啊 沒有什麼問題 就出來說真的是 買有的沒有 真的身上剩下100塊啊 所以很多人問我 怎麼有可能100塊怎麼過來 真的是100塊過來 我在那邊想得好像做夢 好簡單 但到台灣實際上看到的時候 整個不一樣 跟我以前想像 年輕的時候不一樣 很難 好像很難生活下去 那時候完全的想像中 真的是歸零了 就想要 愣在那邊想說 人生怎麼過 後來我也想說 好不要想那麼多 慢慢去試運 就這樣 從巴基斯坦一路逃回台灣的過程 簡直就在拍電影 不過就算出了巴基斯坦的海關 坐上了飛機 他的心情還是無法篤定 直到當飛機降落在桃園國際機場 他走進了國門 才終於鬆了一口氣 還是回家最好 就算他的口袋一頭只剩下100塊美金了 林樹蓮他也有信心 在自己的家鄉重新站起來 不過事實上 當年在他這個年紀 找工作並不好找 做吃的應該是門檻最低的行業 況且台灣人喜歡吃美食 對異國料理的接受度也高 於是林樹蓮他就決定 那就來賣原汁原味的中東料理吧 但起初他的大兒子非常反對的 因為畢竟過關了王子的生活 這個臉叫他去賣吃的 實在拉不下來 況且林樹蓮在巴基斯坦 他也過了23年的貴婦生活 他過去從來不需要自己 動手做料理的 現在一下子要他自己親手做 林樹蓮他可以嗎 那個鞋身的趕快給他 他肚子好 我給他 我給他 這個 過了啦 過了 趕快把那個 這個是牛肉船 還有就是牛肉裝盒 裡面有菜跟牛腿 還有這個是雞腿 那是牛排 烤肉船在架上滋滋坐下 油油亮亮的 看得讓人垂涎三尺 不過美味是要付出代價的 林恩勝總笑著說 自己的皮膚原本是又白又嫩 但是今年累月這樣烤下來 都快被炭火給烤焦了 台灣人有句話說 怕熱就不要進廚房 但如果是為了生活 就算再怎麼悶熱 你也要硬著頭皮走進去 而且有錢人還不能賣吃的 我不騙你 當初我賣這個吃的時候 我小孩子沒有面子 不敢告訴任何一個人 不敢 對 在他們那邊是這樣 就是沒有什麼讀書人才是賣吃的 但是我們台灣不是 我們台灣是 每一個行業都有不同的角色 他們沒有 你們記不記得你們小時候 你們這個 在巴基斯坦成長的環境是怎樣 那一個prince 哪個pr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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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司機接送 媽媽接送 所以有人家幫我餵我喝水 我一個非常壞習慣 超停血 我有了 我有壞習慣 想要喝一杯水 你就注意神 幫我拿一杯水 我想喝水 馬上有水了 這個什麼 是不是個prince 還有什麼prince 他要慢一點就罵 他就會罵 真的 他是一個老怪 他要罵工人我就會罵 我跟爸爸會罵 你怎麼可以這樣呢 從小嬌生慣養 養尊處優的 身在有權有識人家的孩子 作為作福 一切是那麼理所當然 價值觀當然容易偏差 我15歲的時候 我爸爸有送我自己的 我個人的一台車子 沒有駕照 警察抓我報我爸爸的名字 因為他從以前生活都是很富裕 從來沒有煩惱到錢 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子 都可以拿到ADM的卡 寧願付多好幾十萬 他爸爸都相信他 只要有錢 只要我想要 有什麼不可以 駌恩善雖然是個 被溺愛寵壞的小霸王 但是在功課方面 導師完全不用大人操心 直升劍橋大學的目標 就差那麼一步 他跟我講媽媽 我如果是我讀劍橋畢業 高中畢業 我可以直升上去 照英國讀書 你要不要給我 我說可以啊 OK啊 結果我的 一下子一年以後 我什麼都變化很大 我什麼都沒有錢 現金都沒有 只有一些房地產還在 那我沒有辦法給他讀 但是他有一種 沒有辦法理會我們的心情 我就隨便找一個大學給他讀 他很不舒服 每天都是跟一些同學啊 那些什麼愛宗教愛國家 每天混在一起 搞一些有的沒有的社團 我回來看我先都打他打他要死 我自己親身的小孩 被人家被我自己的先生打 因為他不對 要打是應該的 但是我一定會痛在心上 自己小孩帶出來 突然從天堂跌落了凡間 無情的烽火打亂了 林恩勝的規劃人生 他不再是城堡裡眾人呵護的王子 相反的 他得落魄地逃離自己的王國 跟著媽媽身無分文地來到台灣 一切從零開始 然後我自己都很認真去做 只要誰有什麼要工作給我做 我都去做我很開心 那是因為恩勝看到我這樣做 他哭了 他說媽媽 我不喜歡你去幫人家做工 我也不喜歡你去幫人家 在那個必殺衣港幫人家賣鍋 他說這個不是我媽媽的工作 他說媽媽 你就不要去幫人家去什麼 臨時工去做什麼的 不管下多大的雨 我要做什麼鐵工 或是做出工 或是拆船 我都可以去 他真的去拆船 薪水才17280而已 他是我爸爸的朋友 他才會給我工作 不然沒有台灣人會給我工作 但是我不會講中文 我不會講中文 我不清楚幾個月就不清楚是 到底是夢還是真的 但可以確定的是 這絕對是一場噩夢 他第一次體驗到 要靠自己在現實的世界裡頭生存下去 有多麼殘酷 而此時人在基隆的媽媽 望著一天天坐池山空 不是辦法 但陷入了抽雲殘物 去掃地人家也不要我 我要去上班人家也不要我 我老了 我要幹什麼 我兒子又不會講中文 就慘了 找不到工作 真的是他找不到工作 那時候壓力很重 有一天他想起了 家裡傭人做過的烤餅 也不知道哪來的靈機移動 他想著不如拉個小餐車 出去試試台灣人的口味吧 我到台中在找我朋友的時候 突然間發現人家在做這個美食 這個跟他們的中東一樣的東西 結果我們吃好貴喔 250還有兩塊雞肉 餅還OK 那個咖哩煮得很難吃 結果我兒子說媽媽 你煮得比他還好一百倍 為什麼你不煮來給我們吃 就從那一天他給我一個靈感下來 我說為什麼我要煮給他吃 我也可以賺這個錢 別人可以賺為什麼不可以呢 因為我從來沒有做過吃的生意 也沒有做過開一個餐廳 都沒有 完全是真的對這一行是很外好 後來我就好 我就蠻安靜 就是先買那個麵粉 也不知道什麼中筋 低筋 高筋 搞不清楚 就是從那個開始我在開始摸索出來 怎麼去做這個餅 管政剛開始做的時候都不懂得成本 因為我沒有做過吃 如果做貿易我還蠻厲害的 做這個吃的 都是虧本在做的 一個餅才做 856塊肉 好多肉才賺一個十幾塊 一天如果生意好的話 就是賣到50個就做了很多 因為我從來沒做過餅 因為我以前都是工人在做 我從來就是過那種很優惑的生活 就是我只要一出生 人家就會把東西做好給我 我只要指揮他 當然所以沒做過 跟現在要去做當然是不一樣 做這個餅的時候我跟你講 我很好笑我從來沒有做餅 歪來歪去 沒有圓圓的 我兒子在笑 媽媽你這是南非地圖 還是中國大陸地圖 還是台灣地圖 還是美國地圖 我說管這麼多 只要好吃就好了 什麼地圖都不是很重要 我就做出來 請朋友吃 就朋友都給我蚵肉 你很厲害 以前不會煮飯的人 現在這麼厲害 我說可以嗎 他說很好很好非常好 後來我聽到這句話 就對我自己的蠻有自信就先起 住一個那個旗樓 一個轉角的地方 林素蓮循著自己的味道 竟然被他摸出了訣竅 這一塊中東烤餅 在基隆逐漸飄香 林恩信於是辭去了 在台中的工作 回來基隆幫忙 母子倆並肩征戰 各大也是 大部分都是用肉的做 我不加味精的 我不加很多那些有的沒有 甚至我也不喜歡加什麼蜡粉 我大部分都會加那種 去果菜市場買那種 薑絲 楞薑 多一點 因為這個薑 對我們人體也是有一種好處 壞處最多就是那些粉 因為我的感覺 盡量做一些比較天然的 很多人很好奇 就是我只寫一個中東兩個字 大家都下來跟我買 我們是真的有辛苦 跑過夜市 好幾個夜市我們都跑過 我們甚至還有開車 兩個都開到睡著了 我們還開到新竹去 我們還在南大夜市賣過 新竹城隍廟賣過 我們一直都生意很好 但是我們沒有利潤的原因 就是我們車子開來開去 太遠了 油錢太多 然後東西又賣便宜 就是說我兒子還不懂 因為我們不是做 這一塊生意的材料 他說媽媽 其實我從來對吃的沒有信心 你也知道 我是看到你這麼辛苦 一個小小的路邊在賣東西 我看到我的媽媽這樣 我真的眼淚掉出來 我都不敢看 我跑掉 我為什麼 他說是一個我們家 從我公公那一代說 我們沒有一個媳婦 這麼辛苦在這個地方做 大家都是穿好吃好坐 躺在那邊的 只有我媽媽這麼辛苦在做 她那種感受受不了 所以從那一天開始 她感變她的人生 從福大開始 夜市 福大是我的第一個夜市 廟國是我的最後一個夜市 有的時候我們還會 早上去跑檔期往山來做夜市 16個小時 開車就變睡著了 還會有這種情況 好幾次 好累好累 好累 非常累 但是這個就是生活 Never give up 為了生活不能放棄 晚上到夜市擺攤 美人生白天還在補習班 兼胎教英文 雖然疲累 但至少日子勉強過得去 2011年的暑假 林苏蓮決定用烤餅 到共寮海洋音樂器去碰碰運氣 我去共寮音樂器開始闖 人生第一個 怎麼去攻擊賺錢 我也不懂 去共寮是死地 因為他們是專業 我是完全是一個菜鳥 從來沒做過吃的人 怎麼跟人家去搶那塊餅 一定會打死人 一定要租金要五千塊 為什麼客人 你會覺得我到底像不像中東人煮的 有些人都 這個是純真正的中東的口味 其實我東西就是我在配合 我有調整過 有些東西它不適應 或是它吃不慣 我們畢竟是台灣人 就是慢慢有調配 其實我完全煮的東西 都是跟它一樣 只是我比較花一點心思 就是說把這個東西的腥味 會再次翻炒它一次 然後就是又用一點小腦筋 就是說這種東西你什麼東西 就像媽媽一樣 炒洋蔥 炒什麼 你一定要這樣 把這個味道炒出來 然後再去燜它 所以這個東西就很好吃 然後所有的香料都是一樣 只是說重跟輕微而已 所以很多外國人來 他只要吃蛋口味的人 他吃到我的咖哩 他說我的咖哩比他們家好吃 其實都是一樣的 都是做同樣的東西 我說我想買烤箱 隨便講 他說你要幹嘛 好像我不知道 好像我看過人家掉的烤箱 還是怎麼樣子 我忘記 但是我突然跟他講說 我需要買烤箱跟木炭 肉它有 因為我說你不用炒 你就是用串的就好 我想賣那個烤肉看看怎麼樣 他說不行啊 那個太熱了 只要吃烤肉 我說沒關係 試試看嗎 反正你做的也是虧的嗎 試試看 後來他的冰箱在那邊 他有依賴他的五天的貨 我們一天第一天就賣完了 林恩神記得那天 營售有三萬塊錢 比過去足足多了五倍 但他不曉得 其實隔壁攤位賺得更多 最近讓林恩神睜大雙眼 他意外發現了中東燒烤這塊商機 他決心要辭去補習班的工作 頂下海洋大學對面的這家店鋪 從夜市攤販到第一家的店面 林宿聯非常欣慰也非常驕傲的是 看到大兒子的改變 從當年的富家少爺 頑固子弟 如今蛻變成一個懂事成熟 可以負責任的男友 林恩神說 如果不是堅強的媽媽 一路拉著她 從巴基斯坦逃到了台灣 她絕對不會相信 自己竟然可以通過 這麼多嚴酷的考驗 林宿聯當年大兒子 回到了台灣 先得把自己安頓好 才有能力把先生跟小兒子接過來 其實林恩神剛開始到台灣的時候 他是很排斥這裡的一切的 那麼最後是因為什麼原因 讓他反倒是愛上了這塊土地呢 因為每一家的餐廳做法都一樣 他們都用簡單的 人家調好的口味 我是比較跟人家不同 我都要調我自己的口味 我這個咖哩 我不是完全加粉下去 也不是說完全靠一個夜 我個人就可以做 我必須要有洋蔥 薑 蒜 番茄 還有一些就是它的香料 下去炒 炒到成泥 然後再來用生肉下去再翻炒它 然後再燜它才做出這一道咖哩 他們沒有做到這一點 沒有用蔬菜去做 所以我的東西就是有勝過他們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用蔬菜 我不會像他們煮東西丟在那裡面 就讓它滾滾好就這樣一鍋起來 我沒有 我很用心 每一個東西有經過我炒過 全部都是蔬菜下去做出來這個醬 醬汁出來 加香料 還有加檸檬 還有加油 加優格 全部的東西加在一起 還有放冰箱12個小時 這樣就沒有洋蔥了 差不多好了 差不多好了 我們家經常在請客 我們家很愛吃 我們家很大 回教都是有一個禮拜五要打告 他們打完告的時候 晚上的時候我會 我先生就會去驗一大堆牛排 跟那個雞肉 然後晚上我們都在家裡 就開始烤肉來吃這樣 小朋友就跟著他學 然後我準備很多東西 然後經常烤 每個禮拜都會烤一次 所以他們變成 對這個烤肉他們懂得起 我怎麼去烤 之前他還不相信我 他說很困難 怎麼可能從夜市突然開餐廳 怎麼做 我們都不懂 我們都沒有做過餐廳 慢慢我們就做得起來 就是到今天這樣子 除了燒烤和咖哩食招牌之外 林恩盛還研發了這道飯後的甜點 米布丁 綿密滑溜的口感 深受台灣顧客 這是用那個印度米菜去做 這個的話就是 要等那個牛奶熱的時候 再加那個米 不然它會黏脖汁 這個牛奶已經熱的 所以這個米可以加到裡面了 這個是我們那邊的 芝士那種的一個燈 就是這是我們自己做的 只有我們國家跟印度 才會有這個東西 它的原本的名字叫做Koya 台灣是沒有賣 所以我們要自己做 這個好的時候 要小火 要堵差不多兩個半球左右 經營餐廳邁入了第五年 雖然店面不大 空間也只能夠容納30個人左右 但這時他們回到台灣 7年來奮鬥的心血 在內都願意 Lagis 腳在這裡 因為剛開始4點多 就一直忙到現在 沒吃飯啊 都沒吃 都沒人吃飯 第一餐 這個是第一餐 早餐 中餐 晚餐 都是三餐加一起的 沒空啊 主要是大家都睡起來 就好像在打仗一樣 都是晚上利用這個時候 人家走掉才能靜下來 默然回首 來台灣的這些日子 林恩勝從只會說一句 你好的異鄉人 到成為一個完整的台灣人 他心中百感交情 剛開始我來台灣 I hate Taiwan When I came here When I came here first time I love it because it was very beautiful But I hate it because I don't want to leave here 我不想要住在這裡很久 不同醫院呢 吃的有問題啊 朋友不多 然後覺得都不方便啊 很想回家 但是到今天啊 I think I love Taiwan 台灣 gave me 什麼都給就是台灣給我 I think give me a lot 給我很多 The respect Money Love Family Friends Everything 在台灣 在這個地方 只要你努力 就有機會成功 百分之一百五十 你 不可能 在台灣二十 不可能 看起來巴基斯坦是一個 你努力就會成功 你知道嗎 我很喜歡回答是Yes 但是 實話是No 你要去那邊努力的話 不簡單啊 你要考很多關係 從零開始 在那邊很難 除非你很大家庭啊 人事很多人啊 做事在旁邊 這是實話 我心裡非常難過 講這句話 在電視上 但是是實話 就是這樣子 非常對不起 但是 希望 我國家不用這樣 但是 到目前就是這樣子 我是那邊的人 我會很 心很痛苦 兩個都是我的國家 一個是我出生的地方 一個是我自己的 我愛的地方 巴基斯坦 所以我痛苦啊 一個是很好啊 我很開心啊 另外那邊我希望也很好 但是 不好啊 更痛苦的地方 就是說我來這邊 才知道好吃什麼東西 李恩森她是真心看到了台灣的好人 現在她非常珍惜 台灣給她人生一個 從頭開始的機會 而當這對母子他們生活 平穩了上了軌道之後 別忘了爸爸跟小兒子 還在巴基斯坦 一個堅毅的台灣女人 靠著她的一雙手 終於把分隔兩地的一家人 再度地團聚在一塊兒 常說媽在哪兒 家就在哪兒 這一句話 道出了台灣女人的堅毅 林樹蓮 她就是一個 這樣子典型的台灣媽媽 在她遭遇為難的時候 不管身處什麼樣的環境 她帶著大兒子 逃離戰火 飛回台灣 而最終 是她把一家人 再度地聚在一塊兒 來 等一下 這個要算我給我跌出去 這個要算我嗎 時間來到午夜12點 基隆陷入沉睡時分 餐廳的燈還亮著 林樹蓮母子三人 快速整理環境 打烊之後 他們的夜生活才正要開始 每天晚上時間一到 64歲的米安艾比 就吵著老婆 在她去基隆廟客的老攤位 巡視一遭 我要那個西瓜 給老公 每天吃都一樣 她以前 湊煙湊很多 湊很大 湊很大 然後我會檳榔湯 然後給她吃 她就很開心吃 四年前 林樹蓮和大兒子的生意 逐漸上了軌道 也攢了一些積蓄 他們母子倆拼命勞動 東征西討從不喊苦 因為沒有什麼 比親人分隔兩地的感覺 更加難受 三年的時候離開 爸爸跟弟弟那邊 媽媽跟我在這邊 媽媽會偶爾回去 但是我三年沒有看我爸爸 那個很痛 你覺得在台灣你會很擔心 那時候會擔心 在巴基斯堂的爸爸 有 當然 當然 因為這個我會更努力 因為這個我會不放棄 虎大換夜市的時候 我已經做到我的目標了 我的目標就是 我想看到我的父母 跟我的弟弟 住在一起 跟我住在一起 那是我的目標 團圓夢就此實現了嗎 林恩勝回想起那一年 他三催四寢好說歹說 爸爸鐵了心就是不肯來台灣 最後只好騙爸爸說 遲來度假幾個月 就會送他回巴基斯坦 來回好一番折騰 才將人請了過來 不肯去巴基斯坦 不 我說你要回去巴基斯坦 他說不要 他說為什麼 他要問你 他說什麼 你的家庭在這裡嗎 台灣是安全嗎 他說我們家人在這邊 我都不要走 這一待四年的時光過去了 明愛比來台灣的時候 身體還算健康 兩年前突如其來的腦中風 讓他昏迷了好幾個月 留下的後遺症就是雙腿行動不變 個性也變得像個孩子 每天執著地重複做同樣的事 他還有每天固定什麼行程 麥當勞 他從來不吃麥當勞的 他一天沒去麥當勞 他睡不著覺 所以我每天是不是很辛苦 我每天還要帶他去逛街開車 然後帶他去買魚 買菜 買漢堡 他其實他每天都說 你右轉左轉右轉左轉 我一定要照他行程走 他都知道路 他都知道 他說我很辛苦 我好累 我很想睡覺 我不能講 一邊開店 又要一邊照顧老公 很累卻連打瞌睡的時間都沒有 凌晨兩點半 林素蓮還開著車 在基隆市區穿梭 他要前往下一站目的地 他可不能遲到 我都賣完了 我今天都沒有魚了 我太晚了 今天比較忙 都沒關係 就剩下這樣是吧 是啊 好啦 這個都我買完了 白色的魚比較好吃 比較油脂 這個叫做台灣人 就是說 薩西米要用這個魚 我們是用薩西米的魚去烤 這個魚如果比較好吃 比較嫩 三峽這個 他怎麼賣出去 他不是賣出去 沒有嗎 沒有啦 我們不要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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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魚市場離開 已經是凌晨三點半 回到家還要煮飯給丈夫和孩子吃 他的淚含在嘴巴裡不說 林素蓮的生命裡寫著 歡喜做 甘願受 這就是基隆傳家女兒的韌性 可能那個情況 他帶我們出來的那個情況 就是我們那一段時間 2007到2011的情況 那個四年的情況 如果我是他的話 我可能會發下去 我沒有辦法這樣很穩 沒有辦法這樣 我可能會放棄 例如是我的話 但是他沒有放棄 就因為這樣子我覺得 沒有 我比不上他的厲害的地方 因為他做的一些東西 一輩子還不完 所以他一直都很擔心 就說我媽媽這麼辛苦 怎麼可以這樣這樣 我說你不要搶太多 搶開一點就說 媽媽能做就是健康 我沒有什麼 我現在也沒有房子也沒什麼 我帶他們一起工作 我每天都很開心 為什麼我們大家都很團結 我每天都是笑嘻嘻 每天都是開心的 雖然我現在生病 沒有關係 但是他們很乖 小孩子會跟我講 媽媽 你把我爸爸照顧好 你不要擔心 我會很年輕 我們幫你賺錢就好了 以後我再把你的貴婦 再把你拉回來 我說不要了 老了啦 你就不要把你媽媽 弄這麼慘了 我生活就喜歡簡便 我不喜歡 太激素自己的人生 因為這個都是假的嘛 你的人生不是說 你有帶了這麼多東西 你就是覺得很快樂 就是過得很好 我是覺得是其次啦 我只要你們生活得更好 我就很開心 我一定會給你 我增加對你 甚至是個連絡 我生活好 做得很快 我去你的第一次 你成功 我做得好